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企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号 我是主讲人志哥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 Partitions Map Partitions with Indest,Saltby和Saltby Key算子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 取号是241617568 那么OK,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OK,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Saltby 咱们来介绍另外一个算子叫Saltby 那么Saltby算子是一个排序算子 它一般来说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对RDD中数据的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方式你可以任意 然后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 这样咱们折一个行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方便 第一个参数 那么是对当前RDD中的数据的一种操作方式 那么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决定排序的顺序 你是按照升序还是降序 这里大家记得 默认值为true即升序 也就是说如果你第二个值不传 就默认值是true的 默认是true的 那么如果你想降序的话 就说false 就false是降序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做 首先我们再创建一个RDD 叫RDD4 等于当前sc.pr 然后lstlist小号 这里咱们随便传点值吧 什么5 3 1 2 1 4 6 9 7 8 行吧 这是一套无序的值 然后接下来我对当前数据进行个排序 当前rdd进行排序 所以rdd4.shortback 然后接下来站着也记着 shortback一般来说 它会让你穿两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数值 这个可以参数值 第一个就是你对当前rdd中元素的一种操作方式 这个操作方式可以人由你来自己做 例如诚实过滤等等都可以由你 然后第二个参数默认为处置即升序 就算你不传它默认也是升序 如果你讲降序的话 只需要传入foss即可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传入这两个参数就即可了 像后面包括获取当前那个partage数量和当前的默认也是参数 我们可以都不传 所以这里我们只需要假如说第一个参数 我就想获取一下这里的每个数据 x代表这里的每个数据 然后这里默认降序foss 此时这里它会返回出一个rdd vld4下号线1 等于 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降序之后的结果了 随printer打印rdd4下号线1.connect 然后.toList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执行 它进行计算 好 看啊 图片看这 这个结果 是不是一个降序 9 8 7 6 5 4 3 2 1 上面是无序的对吧 所以这里记住soutby一个排序算值